我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多少人的微信登录密码 支付宝登录密码 跟QQ密码是同一个 有多少人的微信支付密码 支付宝的支付密码 跟银行卡密码是同一个 一般来说一个人能够记住的常用密码 也就三到五个 平时在使用网络服务的时候 大大小小的网站都会要求用户注册账户试用 常用的网站我们大多数都可以记住 但是很多不常用的 到时候只能一个一个密码去试 到头来还有可能都不对 我想老网民应该都有过丢失密码的经历 从安全角度来说 多个网站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会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比如某一个小网站数据泄露之后 看似这个网站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数据 但是攻击者会拿着这个数据到各个网站去不断尝试 比如微信和支付宝 其中账户和密码相同的用户 他们的账号就被盗用了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在一个陌生的网吧登陆了QQ 之后不长时间发现你的微信账号被别人恶意使用了 但是QQ号没有问题 你甚至可能都没有想过问题出在了黑网吧上 所以技术密码很重要 但是合理的设置密码保存密码就更加的重要 KPass是一个开源的密码管理软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生成管理密码 打开KPass之后 你可以看到一个英文界面 点击View 变更语言 选择左下角的Get More 就可以下载更多语言包 将语言包解压后 点击打开文件夹 就可以打开软件语言包的安装位置 将语言包复制进去 就可以在语言选项中看到了 在准备好软件后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软件 使用软件时需要先创建数据库 数据库就等同于我们记录密码的笔记本 选择数据库存放的位置后 管理密码相当于是对笔记本上锁 任何人查看都需要输入密码 这就等同于一个带密码锁的笔记本 即使数据库被别人拿到 没有密码也是无法查看的 随后我们设置一些其他非必要信息 比如数据库的命令 最后系统会提示我们打印记表单 印记表单包含数据库密码信息 作为忘记密码后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真的就忘记密码了 可以翻出来看一下 通过这样几步简单的设置 我们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密码本 首先这个密码本本身就是一个文件 你可以将它存放在自己的磁盘中 网络硬盘中 甚至是手机中 并且它是一个加密文件 即使文件泄露了 只要自己没有公开数据库密码 数据本身是安全的 KPASS可以创建多个数据库 这意味着你可以创建多个密码本 对你的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进行隔离 这意味着只要划分合理 没有人有理由欠你索要你的个人资产的 密码本数据库 在需要注册账号时 点击添加记录按钮 标题是对账号记录的描述 之后输入用户名 密码一项中 系统已经根据之前的生成策略 帮我们自动生成的密码 点击右侧的三个点按钮 就可以查看密码 如果不满意 可以点击密码生成按钮 下面列出了预制的几个密码生成策略 也可以打开密码生成器 设置长度 使用的制服机等 如果常用的话 点击保存按钮 也可以保存当前的密码生成策略 如果是对网站进行注册 可以将网站的地址贴入到网址一项中 点击保存 就完成了一个密码的创建 以后当需要登录网站时 在用户名一栏中双击 就可以复制用户名 在密码栏中双击就可以复制密码 复制的内容在剪切板中 有一定的时效性 超出时间后 剪切板将被清空 保证数据安全 双击标题栏就可以对整个记录进行修改或调整 说完软件的使用 我们再看看如何在浏览器中与KeyPass进行联动 这里我们需要安装两个插件 在谷歌浏览器中找到KeyPass HTTP Connector 并且进行安装 随后我们打开KeyPass中插件管理器 选择获取更多插件 找到KeyPass HTTP插件 点击Website 跳转到该插件的Github站点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插件的下载链接 将下载的插件放到软件根目录就可以了 我们打开软件 在工具中就可以看到插件 我们将第一个标签页中的前三个选中 第二个标签页中的前两个选中 在浏览器中打开Connector 选击Connect按 根据提示逐步完成对本机软件连接的配置 就可以了 配置完成后 当你在全新的网站完成注册时 插件图标会呈现红色的闪烁状态 此时可以选择添加刚刚注册的信息到数据库 或者更新信息 之后在对网站登录时 插件也会帮你完成账户密码的输入工作 完成了前面的工作 你就可以在电脑上愉快地使用了 但是还差最后一点 我们如何让密码在多个电脑手机设备上进行同步使用 KeePass的数据库本身就是一个加密文件 我们只需要能够在网络上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那么办法有很多种 比如将文件放入到OneNote中 或者将文件放到你的NAS中 通过FTP或者HTTP等方式 能够定位到文件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你的密码本 我们可以在KeePass的官网都看到 KeePass在各个平台上的客户端都非常的完善 甚至在Windows Phone和其余系统上都有客户端 目前我在Android上使用KeePass to Android 选择打开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各种网盘或者服务器 在登录服务器的账户和密码后 输入数据库的密码 就可以在手机上使用了 完成了上面的配置后 可以说只要在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 你的网络密码本便随时携带在了身边 不但省去了手工维护记录的麻烦 并且在密码的复杂性 安全性和应用性上都有了提高 当你习惯了这种模式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不再会因为密码多了 急不住而担忧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有帮助到你 记得帮我点一个赞